應該可以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Kobe 都有一段時間沒有和大家分享 今天有點緊張 不過今天其實我是想和大家分享 一個對腸道健康很好的Supplement 在和大家分享之前 我都戴上頭盔和大家說一說 免責聲明 今天分享的內容 純粹是我個人的體驗和分享 並不代表Yanniffin公司的立場 陳述和產品都並非專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疾病 如果大家對我的分享想了解更多的話 都可以請大家自行去匯集相關的資料 或者和第三方專業的人士提取意見 今天我究竟是想分享什麼綠色的產品呢? 先開股 對啦 沒錯 就是想和大家分享 這隻Multi Green 為什麼我會想和大家分享Multi Green呢? 這幾年 我都和大部份的香港人一樣 我有時兩餐 甚至乎三餐都會出門吃 或者買外賣 尤其是在疫情下 其實買外賣的情況是相當高的 外賣或者外出門吃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多肉少菜 久而久之 我覺得 整天都好像肚穀穀 又漲著漲著 不太舒服 開始有些排便不順暢的情況 有時要去到兩三天 我才會有要上去大的一個需要 即是有些形成了縮便的情況 其實我也有嘗試去到改變的方式 就算我那天都要買外賣的話 我會在公司裏面用一個小鍋 可能煮半斤菜 或者中間我都會加一些水果 但是呢 這個改善就不是很大 我開始在那裡找一些方法 方便的 快捷的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我解決一個縮便的情況 因為我自己都是用著油都好幾年 那我就嘗試找回公司 會不會有些產品 適合我的狀況 那我就找了這隻Multi Green 為什麼呢 因為顧名思義 Multi Green 它是由豐富的葉綠素成分組合而成 其次呢 它就是Founder Gary 在最初研究濕皮紋的時候 其中一個研究的項目就是這個Multi Green 不過它的原名就叫Witter Green 那後來呢 就灌名了Multi Green 我覺得更能夠表達到它的多元葉綠素成分 那這個產品呢 其實是有什麼的幫助 是因為呢 它的成分有很多豐富的葉綠素而產生的 就包括了有 木粟芽 較為人熟式的螺旋草 風花粉 膽鹼 刺五加根 海草灰 和天然的精油 那如果就回到木粟芽來說呢 可能很多管理體重的人士 都會有聽過的了 因為呢 它是一種天然的鹼性食物來的 它對於幫助我們中和體內血液的鹼性 就有很大的效益 和它的腺食纖維的含量就很高的 而它的蛋白質呢 就是小麥的1.5倍 所以呢 做體重管理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可以吃那麼多肉 但是我們的肌肉呢 是需要多些的蛋白質 去到燃燒的時候呢 木粟芽就有這個幫助 其次呢 就是螺旋草 螺旋草呢 是營養物到最高的食物之一 它有多種的維生素 抗物質 那同樣地呢 它的蛋白質含量呢 都是很高的 去到60至70% 那所以呢 對於一些素食者來說呢 它都是非常受歡迎的一個綠原素來的 因為呢 它們不吃肉啦 不吃魚啦 但是它 螺旋草呢 已經可以為它們帶來蛋白質的來源 而有一件事好呢 就是螺旋草呢 是可以緊扣我們體內 重金屬的毒素 幫助去排出體外的 那所以呢 它對於排走血液的毒素 和出中的那個免疫系統功能呢 都有相當大的幫助的 其次呢 另一個成份呢 就是風花粉 那風花粉呢 它都是一些植物的精華的濃縮劑 還有很高的膳食纖維 是一種非常之健康的天然成分來的 但是呢 寡糖和膳食纖維呢 雖然是不可能被人體的消化吸收啦 但是呢 它就可以為人體提供抑菌和養分 那去到出中我們的胃部消化功能 還有增加長度的餘動呢 都很有幫助的 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們宿便呢 就是因為 我們的腸呢 慢慢開始變爛了 它沒有一個動力排走那些髒 那所以呢 它有這個效益去到增加那個腸的餘動呢 才可以達致改善那個宿便的情況呢 那另外呢 Multi Green裡面呢 其實是含有四種的天然精油的 就包括了是Rosemary 為別香 Lemon 檸檬 Lemon Gars 檸檬哈茅 和Merisa的香蜂草 那為什麼要加這四種的精油呢 因為呢 因為呢 在Gary 他的臨床研究裡面顯示 那當他還沒加精油在Multi Green的時候呢 我們血液的吸收量呢 要去到24個小時才去到42% 但是呢 當他嘗試加精油下去呢 就發覺我們的血液吸收量去到30分鐘呢 就已經可以去到64% 而去到一個小時呢 更加是大幅增加到86% 那為什麼要加這四種精油呢 其實呢 都跟這四種精油有些特性的 因為呢 其實如果大家都有這個問題 像我那樣的話呢 你都會發覺 我們當 其實呢 如果那些腸道不太好 或者排便不好的時候呢 我們皮膚開始變差的 除了出粒粒 暗淡 連我們的手臂啊 都會出一些紅點啊 暗粒啊那些 甚至乎呢 因為其實我們毛孔 都是排毒的一些渠道 我背部那時候很花呢 都是因為我的排便 不是那麼順暢 但是呢 這四種精油呢 都分別各有好處的 包括了是 Rosemary呢 它就含有天然成分的 安叶醇 或者是Alpha Pi 都對我們整體的健康去支援 是有相當大的幫助 其次呢 就是檸檬了 因為呢 眾所周知啦 安叶醇的檸檬呢 它本身檸檬的成分呢 是達到68%的 那它呢 對於平衡我們身體的pH值呢 也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呢 就是它有 潔淨和清潔的作用 它對於我們皮膚 譬如粉刺這些情況呢 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另外呢 就是Lemon Glass Lemon Glass 它就含有天然的香醇 其實它是對於支援我們消化系統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最後呢 就是香蜂草 其實香蜂草呢 是近年呢 多項的研究都表明了 它是具有舒緩和鎮靜的作用的 對於我們的皮膚呢 都是相當有幫助 我 我主要說的成分 那些都是這些 那可能你都會想了解 那究竟我們怎樣吃法呢 那我覺得它方便呢 就是因為它是一些膠囊來的 那純粹是按那個指引 拍幾顆 就已經可以幫助到我解決我的問題了 但是那個指引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它就是一瓶四十粒的膠囊來的 如果你都是好像我這樣 新陳代謝比較慢的話 那就是跟回指引 就是一日兩次 每次三粒 但是如果你都不幸運 好像我這樣遇上腸道的問題 但是你的新陳代謝比較快的話 那你就會建議你一天就吃一次 但是呢 每次就吃四粒 就是我搬去大量的和戀水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有水 就做推動的動作 幫助我們推動那些髒東西 排出體外的 那今天呢 我的分享呢 大概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想跟我有更深的交流 或者多些了解的話呢 都可以透過這個方法去聯絡我 那我今天呢 都很感謝大家 来到这个直播中听我的分享 未来我们也会有很多分享想跟大家分享 我稍后也会把这个直播放到YouTube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请你们赞、分享、订阅我啦 下次见啦 拜拜